好 歡迎各位收看律子現場直播 現在時間是2011年8月12日 22點58分 我是律子8月 今次我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畫面面前這一部 Motorola Zoom的Android Technic 本身我不是這麼想買這個 Motorola Zoom的Tele 而是想買Samsung那部Galaxy Tab 10.1 但最後刊貨那邊就說 只有16GB的版本 而且不能進MicroSD 這東西是令我非常之失望 比方說 我這部電話Nexus One 入了一張32GB的MicroSD卡 然後我這部PSP裡面 就有32GB的Memory Stick 然後我這部iPod雖然 入不到MicroSD 但裡面本身有160GB的容量 那好吧 我現在有一部32GB 32GB和160GB的機器 這麼小的 然後如果要我出一部這麼大 的Tablet裡面只有16GB 沒有的MicroSD的話 是非常之慘的 所以到最後我供於決定 就不買Samsung那部Tab 10.1 而轉去買這部Motorola Zoom 這部機裡面容量是32GB 不過就可以進入MicroSD卡 這樣 網上很多的評測 我想大家都見過不少 亦都不需要我再把裡面的數據說出來 這只不過是說一下 我用了這部機一個禮拜裡面 所得到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機 它數據上是730克重 數字上是比市面上 絕大部分的電腦 不過一隻手拿著它的時候 都是非常之重的感覺 這樣呢 如果你在桌上 一隻手這樣頂著它的話 感覺都OK 因為下面這裡 幫你射了點力 又或者 如果你一個人 沒有了桌子 這樣 然後你用肚子這樣頂著它 在這個位置頂著它 都OK 再不是的話 你用兩隻手這樣捧著它來看 這樣 都OK 不過 兩隻手 用兩隻手來這樣 托著這部機梁去看的話 是多笨絕下的 當然 也可以用我剛才說 用肚子這樣頂著它 然後一隻手托著這部機的做法 但是你這樣 你的頭頂得很低 對頸顏不太好 好了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一隻手托著它 一隻手托著它 730克 是OK重的 基本上一隻手托著它 一隻手托著它 30秒 你已經覺得很累 這個方法也不是太推薦 不過都沒有辦法 另外這部機 除了它重 之餘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背面 這個位置 是金屬鍵的 還是用一些非常滑的金屬鍵 這樣 那它究竟滑成怎樣 大家看看 它的背面 是可以厲害到 你可以押著螢幕 然後這樣 它的手托著它 是滑到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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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它的底部 本身是這麼滑的關係 所以你要一隻手托著它 你會覺得它很滑的 你會覺得它快會掉出來 然後你的手托著它 然後你的手托著它 所以單手托著這部機 通常你會用手指尾 在這個位置頂著它 這樣 另外這部機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unlock鍵 就放在它後面 這個位 後面 每一次你開機的時候 你都要摸摸摸摸摸 摸到一顆鍵 一按 終於可以unlock到這部機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部機 熄機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你無論是正面也好 或是180度 反著它 看上去的部機的樣子都差不多 然後結果 你不知道 那個按鈕去哪 然後你要四位 摸 四位 摸 然後摸 終於摸到那個按鈕 這樣 有時候 如果是這樣的 我會寧願它 好像iPad 這樣 把我按鈕放在前面 這個位置 這樣一按 按開就好 而且 它放在後面 在桌上 你要unlock它 你又要拿起這部機 去unlock它 這樣感覺就很蠢 這樣 另外 另外 這部機 螢幕的邊緣 這個位置 只有15mm 這樣 你拿著它 那時候 你這樣拿著它 就會 撞到中間的螢幕 這樣 這部機就會有反應 或者單手拿著它 你這樣擺出一點點 擺入一點點 擺出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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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又好像不太離開 這樣 又只是托底的話 這部機又滑 這樣很容易掉出來 這樣 另外這部機 它 這個 背面 是一個曲線的設計 看起來好像很帥 你放在桌子上 你這樣按 那部機 就搖 你這樣按 那部機 就輕輕地搖 這件事 我都覺得挺煩 那好了 講完它 這個 硬件 一些設計的問題 之後 就講一下它的軟件 Motor Lola Zoom 它是採用 Android 3 的OS 現在香港行貨 應該買到 Android 3.1 的版本 3.2 香港行貨 還未有 還未有 更新到3.2 Anyway 先用3.1 這樣 3.1 其實有一個麻煩 Android 3 有一個麻煩 就是在這個 Application 的Menu裡面 到這個Menu 它的Item 明明 由上至下 左至右 這樣掃進去 本身感覺不錯 這個設計 大概和這個 電話上面的 ApplicationMenu 非常相感 這個就是Android的電話 上面的Menu 亦都相感 而這個 電話Menu 明明是可以這樣 scroll 去到Android 時 就不能上下 scroll 可以怎樣 scroll 是左右 scroll 感覺是非常白癡 即是 iPhone 是這樣的 Android 不需要這樣 以前是沒有上下 就要上下 為何無緣無故 這個位置 左右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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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按鈕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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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的 以前你用一部Android電話 頂上是一些Status Bar 整部機的一些很高的東西 底下才是一些很Application的東西 但結果不是 現在是不是呢 有些時候結果上下都撈亂了 掉亂了 不單止掉亂了 而且一些Application-wide的東西放在底下 有時候放在頂上 很麻煩 另外它的Status Bar 以前Android的Status Bar 放在頂上 現在放在底下的右下角 暫時看不到Status 正常如果它一走Status的時候 就會在這裡一條一條的塞出來 雖然它有Status Bar的功能 但它的Status是沒有Clear All的按鈕 即是如果這裡有一百個Status 要逐個交叉它 這樣你就會非常高興 這樣就這樣 除了有Status Bar的問題之外 這個UI 另外有這個Wallpaper的setting 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這樣呢 如果我要set它的Wallpaper 按鈕 這樣也會有要按鈕 這樣按鈕 這樣按鈕 這樣按下去 然後按鈕 這個設定去做 大家就看到 他給你一個10字 10字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部機的Menu 本身可以打直和打橫 所以他這一刻同時間 就要你設置這個 打直和打橫的Clipping 但是就不知為什麼 他給你一個這樣的東西 要你同時間 設置打橫打動的時候 你總是 很難做到一個情況 就是可以 同時間令到打橫打動 都適合的 你總是很難 令到他打直和打橫都適合 就像我現在這個設定 這樣 如果打橫的時候 就不見了這個女生的頭 如果再設大一點 這樣就可能連下面那些字幕 一些不想要的字幕 都結構寬起來了 那實際上打動打直 就不是應該這樣 搞得很死 他就是因為這樣 他把這個打動打直 掛勾 搞到這個設定 變得非常麻煩 終於有這個status 走出來了 Anyway 那 那 另外 這部機 講完魔Paper 就講一下 另外一些功能 就是 它可以和這個Window的 Share Folder 可以進去看這個Window的Share Folder 這個功能 這個不是 這裡 有一個Share Folder 就是一按下去 它可以和這個Window的Share Folder 連WindowShare Folder 去拿去的File 但是這個麻煩 就是 它每一次 你可能 你可能 稍為 開啟了APP 又或者 可能 Restart 那部機 你之前 connect的Data 進去的IP Password 會全部 不見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全部不見了 於是 它既然不見了 你就要每一次 connect 去一個Share Folder 你都要把它們 重新 再進去 這樣 是非常麻煩的 另外 我想有些人 買一部Tablet 會想到 拿一部Tablet 來看漫畫都不錯 這樣 我都覺得是的 拿一部Tablet 來看漫畫都不錯 不過 這部機 裡面 圖片檢視器 真的有些問題 即是 它裡面 那些 次序 那些排序 那些 圖片的排序 是亂撞光的 不會跟著 File 來做這個Sorting 有時 你明明看 一開波 看第一頁 一揭到下一頁 就不知道 變成第十八頁 然後 你要揭N次 才可以找到第二頁 你看漫畫 看到這樣 真是很悲哀 當然 當然 用它本身內置的圖片檢視器看圖就很慘 不過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待會再介紹 這個是看漫畫的方法 除了看漫畫之外 還有一個慘況 就是 跟電腦連線傳 除了剛才說的 Windows Share 用一個Windows Share Folder的方法 可以傳取File之外 有時 它給你一條USB線 你就會想著 只要這條USB線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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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到USB模式時,你會拋頭 讀不到Internal Stoic的生意 不過沒關係,也有解決方法 待會再講 然後就介紹一下這部機的效能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快 比方說,我在Nexus One 開了一個Android Market 如果忽然間要同時下載和更新十幾個APP 那部機是輕到爆闖的 但在這部機是快到爆闖的 同時下載幾十個APP都沒有問題 這部機很厲害 這部機 另外,遊戲的效能也不差 現在我開了Angry Bell給大家看看 速度不錯 所以我看過我 即是所有那些 在這部遊戲裡面的Rendering都OK 非常流暢 玩Angry Bell 至於一些3D遊戲 一些3D的效能 我不知道用什麼遊戲可以踢 因為平時很喜歡3D遊戲 特地為了測試3D功能 在網上找到Cody的東西 不過這部機我不是太喜歡 因為他的樣子很醜 看不看他笑得很像 真的很像 Anyway 3D效能 3D效能是不錯 現在這個畫面 本身是全3D畫面 OK的 挺順暢 那些效能 是不錯的 對於3D的效能 對於3D和Game 即是Android 3D和Game 即是Android 3D和Game 效能是不差的 但一到Fresh Game 而言 一到Fresh Game 而言 一到Fresh 就不太好 如果你想去上網 例如去Yahoo這些網站 那些Fresh 這個是Fresh 這個是Fresh 那效能都不差 即是裡面一些Fresh的Animation 效果都不差 但如果是玩一些Fresh Game的話 那這個速度 就不太夠 這裏哪裏有Fresh Game 是否沒有這隻 好 去到另一個方向 回到另一個方向 回到另一個方向 開了 開了 那速度是幾慢 一開Fresh Game的時候 你看到它那顆東西 是慢慢的追緊我的手指 即是Delay都幾厲害 在Fresh Game裡面 所以Fresh的效能都不太好 不過有Fresh就算了 另外這部機的穩定性 也比上中差 一個星期之內 我試過輕過不遲機 那我的電話 一個星期都未必輕到一次 大家都是Enjoy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容易輕機 那好了 講一下一些比較雜的內容 這部機本身來自32GB 但是它裡面的System 那個Information告訴它 它只是預留了4GB 給Application 4GB給Application 其實真的不知道應該是多還是少 那 真的不知道怎樣 4GB 只給Application 因為我電話 100Mac都已經裝了不少 不過可能遲些 那些東西越來越多 就不知道怎樣 另外這部Tablet 也不支援你用WhatsApp 因為你這部不是電話 WhatsApp是需要用電話功能 即是需要電話號碼才能用到WhatsApp 而這部機本身不是一部電話 所以就用不到WhatsApp 另外這部機本身 有一個東西 它的Multi Touch是有10個 這件事我想網上很少 網站不會這樣說 它有10個Multi Touch 但第11個就不可以了 只支援10個Multi Touch 聽聞或iPad 聽聞或iPad 聽聞都只有11個 另外這部機的Firmware 和歐美地區不同 Firmware的數值都特別奇怪 我現在先看看 Firmware名叫做 H.6.1-14-CN-40 別人的版本號碼 就三個英文字 再加三個數字 它就弄得這麼複雜 真的想不明白為什麼 而且歐美地區這個時候 已經有3.2的Update 大家很開心地用MicroSD 就是香港這隻版本 都好像在行3.1 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整體的評價 這部機最大的弱點 很重 非常之重 效能來說算不錯 Android介面的設計 真是極之需要 極之有改善空間 如果Android繼續 如果Android 繼續用這個界面 繼續 滑下去 我想過多一會 它都會 變得分人之餘 所以希望Google那邊 會有所改善 好 到最後 就跟大家介紹一些App 我剛才說 用這部機來看漫畫很可憐 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在網上下載一隻 叫做QuickPick Q-U-I-C-K-P-I-C 這隻軟件 這隻軟件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 可以 所有的圖都可以 跟進行次序 把它拌勻出來 於是拿去看漫畫 就剛剛好 真的會逐一逐一看 還有QuickPick 它本身用的資源也不多 這樣 讀圖的速度也都非常之快 不會像本身的讀圖App 那樣 慢摩摩 又不知道在背後搞什麼 好 介紹完這個看圖的軟件之後 還有一個 另一個軟件 叫做 SH-Droid 的一個軟件 這個軟件 它就可以令到你 這個 電腦的軟件 上面 走一個 SFTP 的軟件 它只要走一個SFTP 的軟件 你就可以叫你 PC 經過Wi-Fi 直接 透過Wi-Fi 線都不用連直接讀到裡面的File 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樣做法就連線都不用直接讀 非常之好 但是你要懂得用SFTP 用這個功能 另外 有些App 都 循一循例介紹 就是 這個 講一講 不是介紹 我覺得大家要裝的 一個是Echo Big Reader 另一個就是 亞馬遜的Kindle 這兩個App 都非常之介紹大家的裝 尤其是 如果大家願意寫四千買 Kindle書的話 Kindle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拿這部 用來看書 在一樓 看書 看漫畫 一樓 那好了 關於MOTOROLA ZOOM的介紹 就 到此完畢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